近日,记者从山东省台港澳办了解到,截至3月2日,载路514家台资企业复工复产,台资是山东第三大重要外资来源,旺旺、统一、统超物流、富士康等重点台资企业都已落户山东。 3月8日,记者走访了几家位于山东省极北台湾工业园区的台资企业,了解这些台资企业在疫情期间的复工复产情况。 在山东统超物流公司的厂区内,一辆辆载有民生物资的大货车整齐的停靠在卸货区,工人们也正紧张有序地将各类商品归类。 山东统超物流公司主要的工作是为山东区域内的统一银座超市提供物资供应。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在该公司的保障下,统一银座超市在济南的195家门店全部营业,其中54家24小时营业。 整个疫情期间,我们所要还是确保民生物资的一个充分供给。 那民生物资里面包含说我们的食用的一个东西,包含防疫的物资。 事实上在整个的一个防疫期间,我们的量是暴增的。 每天我们平均大概是60到80部车。 那我们如何去确保这样的一个供给能够平衡呢? 那我们还是透过我们的系统抓取这个大数据来看它的一个销售量。 那跟我的客户的一个采购人员进行密集的沟通。 好,那寻找不断的寻找一些替代方案。 2月4日,山东统超物流公司的总经理胡浩志从台湾辗转20多个小时,才回到济南。 进行核酸检测并隔离7晚后,他便投身到紧张的工作中。 胡浩志告诉记者,作为国民经纪的动脉,物流企业全年无休假。 但疫情发生后,物流需求陡然增加,加之防控需要,配送检测消杀等工作,使得物流配送时间从平均8小时增长到了11个小时。 疫情期间呢,尤其在过年期间这一段时间,我们整个一个供活量是倍速成长。 那所有的员工都非常辛苦。 那在前期呢,我们也多次了一个召开会议,跟员工的一个宣导。 那我们员工也只认为说我们这个工作呢,是一样神圣的工作。 我们并不是只是为了一个公司啦,赚钱啦,更多的是为了一个社会提供一个保障的一个服务。 现阶段,山东统超物流的出货量相较于疫情前期,已趋于和缓。 胡浩志认为,这归功于政府的复工政策,各行各业逐店复工,使商品供给得到保障。 近期呢,我们很明显地发现到我们的一个整个一个出货量,我们社区就是趋于和缓。 那我想这个归功于很大的一个因素呢,主要是我们政府的一个复工,政策的一个推动。 那各行各业都开始复工了,所以呢,在商品的供给上面是获得保证。 那也很多的一个举措呢,比如说这个蓝沙点的一个撤离,撤点,那也把营造整个一个物流的这个配送也好, 或是说运输路线也好,是能够充分地一个发挥它的一个运输的一个效能。 与山东统超物流同在山东省极北台湾工业园区的山东旺旺士兵公司, 在各项审批合格后于2月6日正式复工。 目前,生产线员工全部到岗,产能已恢复了70%, 据山东旺旺士兵公司负责人张海权介绍, 由于集团其他地域产能暂未恢复, 也有一些调整订单需要山东完成,整体的订单量或高于2019年。 我们整个产品订单到目前为止是没有受到影响, 并且在疫情这种情况下我们接到了更多的订单, 也可能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会。 所以今年的整个的产值方面,订单方面, 根据目前的判断我们有可能会提升。 作为食品生产企业, 往往除了每天在厂区内进行消杀, 措施上下班,就餐等一系列防控措施以外, 还对食品加工的原材料以及物流进行了严格把关。 我们要求他们送原材料之前, 要提供企业的复工证明, 员工的健康通行证明。 我们成品发货也是, 因为我们保证源头的原材料的产品的安全, 那我们的成品也是安全的。 和我们在发货的时候, 也是按照当地政府的防疫要求, 针对这个物流方面也是, 要求他们要具备复工的条件, 并且他们也要按照防控指挥部的要求, 落实防疫要求, 车辆进行全面消杀, 我们把产品会安全的运势出去。 据悉,疫情期间, 山东省台港澳办通过网站、 微信、微信公众号等方式, 发布了致广大港澳台同胞的公开信等相关文件, 引导广大台港澳同胞及时了解疫情发展态势, 正确认识和防御疫情, 并在确保企业防护措施到位的情况下, 有序安排企业复工。 用黑客的 wreckage体验, 并在确保企业过去中心认识肥部,